大家好 我是Esther 我現在講見證就是講在啟發過程去做儀功 還有很感恩 沒想到可以用跳舞來敬拜神 所以很感恩昨天 昨天用跳舞來敬拜神感謝主 因為神就讓我在那裡做敬拜 我以前很被動的 這次真是神好改變 所以很主動就找個姊妹幫我編一隻舞 我又很快學生 所以昨天就用跳舞來敬拜神 真的很感恩 感謝主 還有我以前就很怕跟大兄合作 但我在企劃庫長就跟大兄一起合作去服侍那些姊妹大兄 真的很感恩 現在就沒有那種懼怕 那種跟人合作那種很恐懼的心 也很感恩 感謝主 感謝主的意志和釋放 感謝主 就是你正應於歸敬拜神 你以前的情緒和現在的情緒情況是怎樣的 以前就很驚 而且很怕跟人家談解 而且因為被人家傷害得太多 所以我經常會起到場 說我被人傷害 但我不傷害人家 人家都不要傷害我 我就很勇敢起到場 不要被人傷害這樣 保護自己這樣 其實原來真是很辛苦的 過得很辛苦 而且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自己保護自己 是為了神可以保護我們的 所以現在神醫治了我 消防了我 所以現在就不會用這件事 用自己來做保護自己 靠神保護自己 謝謝葉博士教導我 我懂得處理負面情緒 因為我以前不懂得處理負面情緒 甚至很痛苦 甚至很負面 打得很不開心 甚至都要食藥 才可以控制自己情緒 現在很開心 很快樂 很多謝主 我又訪問一下你 你有多少年在這種情緒之下 其實都剩二十幾年了 真是很長的時間 很感恩 感謝主都可以 給我帶領回來葉博士學習 怎樣消防自己的情緒 多謝主 多謝主 當時你那個情緒去到什麼位 其實當時情緒很呆漏 因為回來香港適應不到 而且直接很想自殺 很恐怖 很想自殺 有聲音說你不死也沒有人 那時候真的很痛苦 那時候真的要食藥 才可以控制自己情緒 好 很感恩 感謝主 多謝主 多謝你的分享 多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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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多謝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